内政委员会招委张庆忠 三号上午再次排定审查两岸服务贸易协议 民进党立委持续杯葛 虽然不像昨天2号在场外 阻挡国民党立委开会而爆发自己冲突 今天则是守在会议室中 并将大门深锁 让国民党立委不得其门而入 内政委员会各常设委员会 联席审查服务协议再度破局 既然我们所住 那我们就折旗再来 逐条逐项的再来审查 如果是真的反服务 不要嘴巴讲逐条讨逐条表决 但是实际的行动却是在反服务 我们要问苏贞昌苏主席 你原来主张的逐条讨论逐条表决 你现在要不要再大声说一次 林宏驰痛斥 民进党立委一开始要求逐条审查 逐条表决 现在又坚持先完成两岸服务贸易监督条例 先立法再审查 态度说辞反复 已做了民主最坏的示范 而攸关原住民族选举权 在年底七合一选举 能否顺利选出原住民族地区区长及代表 公职人员选拔法及政治现金法的修法 也将在下午排入内政委员会 但立委这天才忧心 若一抢不清场 就算修法通过也无法顺利地进入院会 完成最后的三读程序 下午是不是能够如期召开 这是第一个担心 第二个担心 就算如期召开审查通过了 还是要送到立法院的院会 而立法院的院会 是不是能够在四月底以前 能够清场 这个是我们的忧心 如果没有办法清场 我们更担心的是 必须要等到四年以后 而年底五都原住民行政区的选举权 会不会在这次反服貌阵营下 被牺牲掉 也只能等待朝野如何协商 政府与学生该如何沟通 并从立法院退场来突破 服貌协议争议的僵局 才有契机 这一门五六立法院采访不到 没有